真好吃啊 真高兴我是个日本人 你知道小兴有多么厉害啊 年仅五岁的她居然会一个人在家煮火锅 又香又美味 可没想到还把老外罗伯特给盖偏了 在下这下有理了 敢问夫人您来自何方呢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小兴 今天我们要到外头吃午饭哦 这天美牙告诉小兴今天中午要出去外面吃炒面 小兴一看就知道美牙这是奔着赠品去的 于是决定一个人留在家里 美牙见此也懒得理这小子 直接就带着小葵出门了 没搞错吧 他妈真的走了 我才不稀罕呢 我是个独立的五岁小孩才不怕 接着小兴便打电话准备点份披萨外卖 请问您要点餐了吧 不我不要点餐 我只是想叫披萨来吃而已 店员让小兴说出地址和电话号码 然而小兴却全部都不知道 小兴说到他知道郑南家的地址 一听这样披萨就会送到郑南家去 小兴果断就拒绝了 店员也是被小兴这番操作给搞猛了 最近在披萨店对员工的教育真是太不像我了 好吧 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做 随后小兴便来到厨房寻思要做什么比较好 这时看到砂锅于是便决定做火锅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点火 不过这得需要大人来点才行 于是就过来寻找大婶帮忙 然而此时大婶出门了 只有他的外国侄子罗伯特在家 小兴也只好叫他帮忙 当罗伯特第一眼看到砂锅时 就对他的形状外观充满好奇 哦我走了 这是日本五世代的帽子吧 我在电视上有看过哦 罗伯特瞬间感觉这玩意设计的太妙了 然而小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让他赶紧帮忙将火点上 然后自己就去冰箱准备食材 小兴先是准备了白菜大葱和蘑菇 接下来再准备些鸡肉和豆腐 很快就满满一锅准备完成 看到小兴把食材倒入锅里 罗伯特瞬间一脸震惊 这个五世帽装饰得这么漂亮 我想这那是地位最高的五世代的吧 罗伯特感到太神奇了 这是个充满生命文化的国家 美牙的修造是黑照碑啊 好 我这就回家是谁本报告 随后美牙饿着肚子回来 因为那家炒面生意太火爆的排很长的队 所以只能放弃 一进门就看到小兴正要吃火锅 与此同时大婶刚回到家 于是就出现开头的那一幕 眼看大侄子这般骚操作 大婶吓得大吃两惊 然而这边母子俩吃着火锅吃得津津有味 大娘 真高兴我是个日本人